强风猛吹野火燎园 好几栋民宅平房被火海吞噬 浓烟直窜 整栋建筑烧到只剩钢筋 更别说还有驾驶 集彩油门猛逃 加速穿越大火威胁路段 令人捏拔冷汗 气候干燥加上强风助长 加州野火一发不可收拾 不止土地和建筑物 全都惨遭火蛇吞噬 电力公司也扩大断电范围 影响超过200万人 加州重要酒箱索诺马葡萄酒仓库 被烧成平地 超过18万居民收到撤离令 州长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只不过连续三年 加州大火不少次都是 太平洋瓦电公司造成 也让该公司烧到快破产 州长希望巴菲特进行收购 只是股神买下之后 问题难道就能迎刃而解吗 也让外界相当质疑 三级新闻 黄封与报道 再见 太平洋了 такое 谢谢观看